Hello G20 習大大和拜登的習拜會 見面前有一位亞太地區領袖 那番言論給北基道選為最重要的G20的事前講話 為什麼?是習拜會的事前講話 因為他講出了東盟大家關心的問題 還找外長再炒一炒 變成助權 聽聽怎麼說 習拜會在14日印尼巴里島舉行 但是之前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就說 你們怎樣也好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複雜 麻煩你們告訴我們 你們究竟想怎樣 講清楚你們之間的關係 還有畫了紅線給我們 聽我們去跟 不然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跟 這個就是李顯龍的重點 他說 如果一直惡化下去 有必要麻煩你們兩位定下 正確基礎 如果不是 我們沒有辦法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坦率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擺出來 麻煩你們去做這個行為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在東盟峰會之後 還沒去到G20的時間 李顯龍 新加坡總理就說得非常清楚 他說 中美關係停止繼續惡化 彼此開始建立無信 並採取 逐步解決方案 兩國之間的非常勒手的許多問題 這個是重要的 就是說 喂 有分歧不重要的 因為 這是因為 這類事務的基礎 必須是有 最高層確定 而且意味著 兩國御守 必須對話 坦率溝通 還要給錢量出 你的牌 他說 Lay out their card 就是說 你不要隱隱瞞瞞瞞 出牌才可以 他認為 新加坡總統 李顯龍 總理李顯龍 認為 他們明白其中的利害所在 要推進兩個關係 是需要雙方政治的意志 和智慧 李顯龍就說了 跟著 他下面的人再阻挫權 誰 就是第四代的 第四代的傳人 一會兒再說 還有一點點 李顯龍 一點點的 information 他還說 大國之間 存在一定分歧 是 衝突 是在所難免的 但是 喂 你們不要令我們很難做 因為新加坡和很多其他國家一樣 都是西國 希望中美透過對話資深 建立到互信之後 即使有一些領域有競爭和分歧 也能對其他部分關心的領域合作 達到某種權而妥協 是 李顯龍說完了之後 第四代傳人 掌陀人 就是黃秦才 他在十四天 彎彎 李顯龍說完話之後 他就在 德國的經貿亞太會議上面發言的時候 就補充了這個情況 他說什麼 亞洲和世界各國的和平與穩定 取決於中美關係 呼籲 採取最可能導致全球不要那麼分裂的行動 否則所有人將會輸 他說 很難想像中美在經濟上面完全脫勾 即使在技術領域有選擇地脫勾 也不是太容易 他將對全球經濟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接著 黃秦才還指出 東協和中國有非常深的外交關係 還有連結 因為近了 尤其是供應鏈方面 在美國 而美國是新加坡的投資者 甚至是區域最大的投資者 東協不能夠選邊站 我們亦都不希望看到陷入一個 不選邊站不行的情況 如果東協要劃出一條線 甚至要捉起一道圍牆 把我們的門分開了兩個陣營 一個是自由民主開放體系西方民陣營 一邊是威權政治的東方陣營 這對東協來說是一個可怕的結局 這兩位政治人物 都是新加坡的第一和第二的政治人物 他們在集拜會之前說的這番話 我不激動是選擇了最重要的代表著東盟 或者亞洲其他地區的領導者的心聲 為甚麼 至少先說了 說了沒有吃虧的 你們兩個大哥究竟是不是要談 要談一下 談一下 麻煩你放個心出來 希望拿一張卡 畫一條紅線畫得清楚 我們才知道要怎麼跟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繼續支持不激道 看路呢 看甚麼路 不激道